不過沒人怎麼說呢? 因為瑞幸咖啡肯定是立身不良的 都不是想做什麼八年企業的 嗯 他裡面不是提到那個 跟那個之前什麼神州租車是什麼關係的 你不是說 就跟那幫人馬而已 跟那幫人馬而已 他就換了另一個目標而已 換了另一個目標來騙你的錢 不是啊 下一個已經準備好了嘛 就叫什麼汽車 神州汽車? 不是啊 下一個啊 他神州是之前那個 搞完旅行就搞下一個叫什麼寶啊 就是好像新寶的名字 哦 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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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買回到德國的牌子 寶...寶...寶...寶浮 寶浮汽車嗎? 不是啊 我之前說這個黑牌子的車 是什麼德國的...不知道是什麼牌子啊 現在黑中國 什麼BBBA嘛 加了個B 掉了黑就是寶 你不要說我真的在街上見到有一個傻西開的車 就是我以前上班的時候 我的同事 那時候我專門跟我理同事 那時候真的有傻西買這些這麼寶寶的車 就是你想想在中國這個樹林夠大 你怎麼都會撿到傻西 就好像之前那些蔚來汽車 那蔚來汽車其實它應該是想做好的產品的 不過它應該是低估了做汽車的工業難度 但是你就真的看到這麼多傻西去買的 接著那時候蔚來汽車的最大一個賣錢就是 你想想我們要移動充電裝 移動充電裝是什麼意思呢? 你這部車要開啊 就說不緊要 你到尾西 你打個電話給我 我立即派一部電池車過來 保護車過來 乃齒你 不過在街上充滿你這部車的電話 沒有充電裝都不緊要的 那如果送了一部車給你 你要開走蔚來又開走白窩? 蔚來還是白窩? 那我就拿到爆窩了 如果不用錢的話 蔚來會爆炸的 蔚來會爆炸的 蔚來炸一下 我先拿壺炸一下 有什麼炸的 你不知道嗎? 上年夏天的時候好在蔚來爆炸的 一天爆了兩部 接著你們那些吉利和比亞迪都是啦 今天到你爆 明天到我爆 下天一高溫就大家鬥爆 本身Tesla爆炸都是一件很厲害的新聞來的 但是太在國產車一起爆 所以Tesla爆炸都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 如果這樣相比Tesla很正常 撞車才爆的 不是 高溫放在那裡也爆 不是 它就放在車庫上放在那裡 我們那個爆不是想到炸彈爆炸 它就消在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 自然 應該是叫做 是的 有些是充電充到爆炸了 有些就是爆了那麼多 不知道為什麼就爆炸了 接著撞車呢 你買是爆炸硬的 只要你的電池組是被高速碰撞了 爆炸硬的 這個是你的電池它的技術的特性倒置 所以你之前說你想撿一部Tesla回來駕駛 其實我真的勸你不要有什麼想法 太不切實際 如果你買一部Hybrid 即Hybrid Car 就是被人撞開了 你都是在後尾箱裡爆炸了 但是你買Tesla那些 你一爆炸就整部車一起爆炸了 因為你整個底盤都有點遲 所以這很危險 不是在做這些什麼事 撞結咖啡衰之後呢 這個爆炸的時候你沒有運氣了 沒有人相信它 它其實是很昂責的 你汽車呢 你很難作故事 因為汽車是一個太成熟的市場 一例是它的供給和消費的市場 和中間渠道市場 它都很成熟 而且它都有已經很清晰的壁淚 你沒有辦法輕易打破它 你的互聯網沒有弄貌的 有些人經常說 互聯網賣車 互聯網賣車 我們在2014年和2015年開始 他們說互聯網賣車 賣到現在還沒在賣 現在疫情都是互聯網看車而已 不能給互聯網賣車 你生產一部車 你就有這麼多技術環節 你就有這麼高的一個工廠投入 而看車在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商品 就是你未形成規模的話 沒有人會買你 所以這就是先有雞鱗後有蛋的問題 你想用這些東西去騙中國消費者 就真的有點困難了 就是BBBA是不足以騙消費者的 蛤?BDBA是什麼呢? BBA就是寶馬、Bency和奧迪嘛 把自己的B加起來 都是德國的東西嘛 你有沒有聽過呢? 我沒有聽過啊 你去網站BBA 他講到自己是你什麼 在德國是跟Dansy寶馬齊名的 我不知道是他講的還是網友調侃他 蛤? 他這麼有野心的 真的人家是中國消費者不懂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小貫茶? 沒有啊 你有沒有聽過? 我知道 什麼書包啊 我這個聽過啊 終於有聽過的東西 接著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複毒機呢? 負負負負責? 我不記得了 就是一隻複佬嘛 全部就是不停收過人家的智商稅嘛 BBA是他第一個產品來的嘛 現在最新的產品就是小貫茶嘛 剛剛塗了一塊錢嘛 我之前還買了一些什麼 東蟲夏草含片嘛 中國很複佬這些騙子商人的 我不知道澳洲有沒有啦 但是中國真的很複佬 哦 我們是德斯土門師兄之 他都不把自己排第一都很欠開 都很欠開 不過他肯 他放在澳敵前邊就已經是 但是已經誘下了這個 實際上不是德國產的嘛 福建產嘛 真的嗎? 哇 生產拖拉機嘛 什麼時候以前 真的福建嗎? 你不是說生產拖拉機都很高技術的哦 你腦袋我們在紐西蘭的1960年的拖拉機 現在還在用的哦 哇 你腦袋的名字這麼高檔呢? 叫做博格雅德啊 不知道是不是德國貨啦 反正我就看到 現在的拖拉機 他就拿來做旅遊業的 就是你的船上岸之後 然後就把你的客人直接連連一部船一起拖回去 德國人如何看待福田寶玉 寶玉是 怎麼那麼多個名字呢? 有個叫博格雅德 這個有來的 太複雜了 農民兄弟看不明白的嘛 這些汽車就是賣給農民兄弟而已 就是寶馬達富豪 讓他動一動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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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看看 補充那些價格怎樣的樣子 哇 嘩 他真是騙齊農民兄弟的 他賣得給國產車的貴 他這個是 VBA來的 他這個是同合資車 他這個甚至是貴的 定位很清晰的 最近兒子買尿台保育 德國進口豪車 保馬育育合體 明顯 價格明顯在國產車之上 跟德國佬的SUV差不多價格了 跟大眾 聽說官網在德文 好像有德國味 德國搶味 所以都說了這班人立身不良 就是騙了祖國同胞 可能前些暴動要去德國上市 我剛才想 你德國又去美國上市 又可以拿美國股民的血汗錢來贊助同胞 不可能 他們應該是有什麼狡猾的東西要玩的 因為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 汽車市場是很難玩的一個市場 但是他們還是要去玩 應該是一些很狡猾的東西 現在還沒浮出水面 他們應該 另外我猜 他們可能是想做電動車 騙中國政府的錢 然後騙中國的市民的錢 但是誰知道現在這麼多黑天鵝事件 然後中國又有電動車退保 車市又蕭條 因為他買車的時候 他應該買到這個品牌的時候 中國的車市還沒開始下滑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寶玉也是他搞的 我一直以為寶玉就是福田汽車的 連我聽都沒聽過 我第一次聽這樣的東西 不是我真的見過 你做汽車的 可能 不是不是我做汽車的時候沒聽過 之後我是上班還是去哪裏買什麼東西 就見到 像不像德國車 德國車有汽車的樣子看 他說他是保育汽車集團成立於2015年 你2015年之後 還是不是做汽車? 有 我做了7年 你媽媽這個汽車的樣子 你媽媽看就知道各產車的設計 你媽媽看就知道各產車的設計 你這麼傻的腰線 嘩這部車真的挺像Mazda 你老婆你不是吧 你這樣侮辱 馬自打 你這麼傻的腰線 其實跟你講 你想看他 他是不是德國生產的 其實很簡單 你看他的腰線 你隨便拿一部車看他的腰線 就像中國的腰線 只有各產車 才會申請這樣的腰線 嘩是正的 12萬可以買到德國SUV 12萬 大眾探哥都買不到 大眾探哥應該13萬起 不過他的內飾做得挺用心的 是的 用那種圓浮式中控寸液晶 而表面板 這個是不是液晶的 不是液晶的 你媽媽的欺負他 他媽媽的欺負 是電子燈來的 你媽媽的欺負 而且他媽媽的欺負 他買到這麼欺負的一部車 方向盤他媽媽是純索料的 然後你媽媽在兩側 遊行家產都是索料來的 而且還是硬索料 這個有皮座椅 已經高配了 這部的垃圾賣多少錢 嘩 這部的垃圾也想賣到16萬 他真是當賓治所 真的有賣的 真是神奇 他說是福田汽車 向他的孫女 買下了品牌的使用權 這仔騙你了 他就是給了一個Logo給你 這個Logo應該是德國的某一家小作坊 應該不是小作坊 撿了半個世紀 撿了半個世紀 就是他要幫他復活你的品牌 以前也做過類似的事 MG和那個 後來買不成的 Lover 他也叫做榮威 我們有很多的公司 Lover就是我們高中同學那部車 不是 他那個榮威是不一樣的 不是 他買不到 那個公司他不可以賣給你 所以他改了改就叫做榮威 還有一個MG 中國有很多這些 古惑的 所以呢 如果你生活在中國 你真是不打 真是很小心 你真是會被人騙到你 你怎麼去傾家就慘 所以中國有兩個詞 你經常在中國媒體上看到 一個叫做葛韭菜 一個叫做收購你的智商稅 你們可能在朋友圈上面的人少些 你們不知道 你什麼朋友圈上面 百分之七十的人被我屏蔽了 你什麼朋友圈 你為什麼在賣的東西 賣的那些三毛化妝 太多代購了 代購都有 不過代購你給我看 沒什麼用 代購來代購去 不就是你媽媽在烏裂那些奶粉 有沒有那個什麼 喜提馬沙拉提那樣 什麼做 沒錯 有啊 阿肥波之前 介紹了一條女兒給我 就是做那樣東西了 但是準備喜提和鞋 好啊 哈哈哈哈 另外一個我之前問過他 你什麼時候準備起提波音737 我現在真的做得到 波音的飛機都丟在那裡 沒有人要 哈哈哈哈 那些什麼做什麼 最厲害的就是 跟奧巴馬一首 可以 是啊 排隊跟奧巴馬一首 之前我不是做法國比 沒有法國比你 我發了給外國留學生 我有一陣子生得很狡猾 生得很狡猾 生得很狡猾 陳導演 你說陳導演會不會聽我們這一期 不會 他的行業已經出門了 他現在可能正在開 但現在是戲院不開 他都沒有戲拍 他在Facebook上面好事 最近屌少了阿爺 他在我之前 都已經推薦了 他就亂進來 有很多 我真的沒有人